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向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向量的定义 向量是一种同时具有大小和方向的物理量 常见的向量有四人 比如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方向上面 施加一定的作用力 然后就是位移 在某个方向上面移动一段距离 最后是速度 速度包含速率和方向 因此向量可用来表示四人位移和速度 有时我们也用向量来表示一个单个方向 比如玩家在3D游戏中的观察方向 多边形面对的方向 光线的传播方向 以及一个从表面走回的反射光的方向 那么在这里大家需要着重注意一下 向量它的特性 它是同时具有大小和方向的 那么我们如何确定一个向量 通常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就是用两个点来确定一个向量 比如 比如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A点 然后有一个B点 然后有一个B点 通过这两个点 我们可以确定出两个向量 一个向量是 从A出发 到达B 另外一个向量是 从B出发 到达A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是两个不同的向量 虽然它们的长度相等 但是它们的方向其实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确定了一个向量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几核的方式来绘制这一个向量 绘制的方法 我在这里其实就已经给出来了 就是用箭头的方式来表示它的方向 整个箭头的长度就表示了这个向量的长度 因为这样在几核中 我们就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 这个向量的方向 以及它的长度 这样做有个好处 那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复杂 或者比较难懂的知识点 我们就可以通过绘图的方式来理解 我一般都会在身边准备纸和笔 因为在工作当中 经常会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算法 单纯靠想 其实是解决不了的 那个时候我就会在纸上画一画 然后通过绘图的方式 来模拟一下我想象中的一些算法 在很多情况下面 我们需要通过算式的方式来表示一个向量 比如在公式中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向量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可能在公式当中插入一张图片 即使我们可以插入一张图片 那么几核的方式也无法与公式联系起来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向量的表示方式 向量的表示方式有很多 一般我们常用的有两种方式 就是小写 小写法 比如这个向量 我们可以用小写的U来表示 这个向量 我们可以用小写的N来表示 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用大写的字母来表示 这种方法非常直观地表示出了向量的方向 比如这一个向量 它是从A点出发 到达B点 那么我们就用AB来表示 比如这一个向量 它是从B点出发 到达A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BA来表示 在以后的学习当中 大家如果看到这种双次母大写的表示方式 大家第一反应 就是能够通过它的表示方式 来确定出它的方向 比如AB BA 当我们能够确定向量 表示向量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向量 来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 我们先来看一下 向量相等的运算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看一下我们向量的定义 向量的定义 它是同时具有大小和方向 如果我们要判断两个向量是否相等 那么我们就需要判断 这两个向量的两个属性 是否同时相等 只有当这两个向量的两个属性 都相等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确定 这两个向量相等 比如 比如向量AB 它是不等于向量BA的 所以向量AB和BA 虽然它们的长度相等 但是它们的方向其实是不相等的 那么我在这里可以再画一个向量出来 我们复制一下向量AB 比如把它放到这里 那么现在这一个新的向量 它其实是和向量AB相等的 因为它们的方向是一样的 然后它们的长度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知道了向量相等的运算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到出向量的一些特性 那么向量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呢 我们来看一下向量相等的条件 向量相等的条件是方向和大小同时一样 从中我们就可以推到出 向量的位置它其实是可以任意的 那么向量的特性其实也就清晰了 向量可以互移 比如我们把向量AB移动到这一个位置 它的大小和方向并没有被改变 那么它仍然是AB向量 我把它移到这里 它仍然是AB向量 那么向量能不能够旋转和收放呢 比如我把这一个向量缩短成这样 缩短之后 这个向量与AB向量肯定是不相等的 因为它们的长度不一样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旋转呢 当我把这一个向量 我仍然从AB向量里面复制一个出来 当我把它旋转之后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它们的长度虽然相等 但是它们的方向不一样 也就是向量它有一个特性 它只能位移 不能旋转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通过一个点 确定一个向量 我们在这里随便画一个坐标系 那么这里就是坐标系的原点 从刚才的知识点 我们可以发现 向量它是可以任意平移的 比如 比如 AB向量 那么我们可以将AB向量平移到原点 因为我们没有改变它的方向 也没有改变它的长度 因此平移之后的向量 因此平移之后的向量 与之前的AB向量 它们其实是相等的 之前我们通过两个点 来确定一个向量 那么平移之后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个点 来确定一个向量 一般我们表示 用作P 当我们使用一个点 来表示向量之后 我们默认它的起点 是在坐标原点 它的中点 就是在P点 在三级里面 我们一般通过 X Y Z 来表示一个点 比如点A 为X1 Y1 Z1 其中X1 表示点A 在X轴上面的距离 Y1 表示点A 在Y轴上面的距离 Z1 表示点A 在Z轴上面的距离 那么同样 点B 我们可以用X2 Y2 Z2 来表示 点P 我们可以用X Y Z 来表示 那么向量AB 就等于X2 减X1 Y2 减Y1 Z2 减Z1 向量P 就等于X-0 Y-0 Z-0 等于XY Z 大家看一下 我们之前的图片 之前我们就说到 可以用 一个点P 来表示向量 在这里 我们其实就是用的 一个点P 来表示向量 之所以我们可以用 一个点来表示 因为坐标圆点 全为0 因此我们可以用 点P的坐标 来表示 从坐标圆点 出发 到达P点的向量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向量的速绳 速绳其实也就是 系数 和向量的分量相反 它的公式非常简单 我们仍然回到刚才那一张图 比如向量P 假设5 神义向量P 那么它的结果就等于 5倍X 5倍Y 5倍Z 最终反映出来的结果 其实就是向量P 它的长度 快大了5倍 而它的方向 没有任何变化 这个也是速绳的 一个特性 既然我们知道了 速绳的算法 那么同理 我们可以想到 除法其实也是一样的 比如 5分之1 神义P 等于 X除以母Y Z除以5 Z除以5 我们可以通过绳法 来推照出除法 当我们掌握了速绳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学习一个 特殊的向量 单位向量 单位向量 其实就是长度唯一的向量 单位向量在3D中 运用的非常多 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可以用向量来表示 玩家的速度 如果我们使用 一个单位向量 来表示 玩家的速度 在编程中 我们计算起来 就会非常简单 比如 让玩家控制的角色 朝着前方移动 10个单位 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要让玩家 沿着这个单位向量 移动 10个单位 机口 比如我们可以在 Ult3D里面来 简单编程 看一下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 Cube 然后将它置领 然后我们给它 添加一个脚本 首先我们定义它的速度 然后我们定义它的方向 最后我们在 update的方法里面 来更新它的坐标 我们让玩家操纵的 这个角色 沿着它的方向 移动 speed 这么长 然后加上之前的坐标 这个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的速度 设置成 0.05 然后我们把方向 设置成 朝着 z走移动 即 向右移动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猴子 朝着右边移动 如果我们把它的方向 改成 朝上 那么就可以看到 这个猴子 就朝着上方移动 但是我们如何获得一个向量的单位向量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求得3D向量的长度 2D向量的长度 大家应该知道怎么求 就是运用勾股定理 0边平方好 然后开方就可以得到它的长度 其实3D向量的长度 这求法跟2D向量的长度 求法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U U是一个3D向量 如果我们使用勾股定理 通过x z 先求出alpha 然后 再通过勾股定理 alpha和y 来求出u的长度 最终这个u的长度 其实就是这个3D向量的长度 最后的公式为 这样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先通过x的平方 z的平方 开方 求到alpha的长度 然后再对alpha的长度 平方 加y的平方 开方 求到u的长度 当我们求到它的长度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的画图 这个 点P 在数神中 我们就讲到 一个数 乘以一个向量 它的结果是将这个向量的长度 放大了 n倍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已知一个向量 ab 并且 以知它的长度 我们如果 将这个向量 除以它的长度 那么我们也就是将这个向量 缩短为 它的n分之一倍 这样之后 这样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单位向量 要 要验证这个单位向量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再对它 求一直长度 几口 比如我们对这一个向量 进行求长度 我们可以 合并分母 合并分子 然后追踪的结果 就是它的长度 除以它的长度 为一 这个过程 也称之为规范化 我们可以在任意一个引擎里面 找到这一个API 这个API的名称 就叫Romalign 比如我们可以在UT3D里面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有这个API 大家现在应该能够明白 UT3D里面 或者说其他引擎里面 这个API背后的实性机制 以及它所包含的知识点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向量的 一些比较简单的交易 比如第一个 两个不相等的向量 可以确定一个平行式边形 我们仍然可以来画图看一下 比如这是一个向量 然后 这又是一个向量 我们可以通过平移的方式 来得到一个平行式边形 比如我们可以像这样平移 然后这样平移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平行式边形 我们得到了一个平行式边形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平行式边形 来确定一个平面 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两个不相等的向量 来得到一个三角形 比如 我们可以将它们连起来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三角形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下面的课程我会为大家讲解到向量的加法 减法 点击 插击 以及它们的应用 然后 对 走 繹 因为